困困人民币堆钱成山 毫不夸张 大陆一家企业的尾压现场 直接把6000万人民币 约2.73亿台币堆成金字塔 让员工搬回家 其中三名最强业务经理 每人能获得500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2.3千万 有人因为领的年终奖金 太多没报住还掉到地上 不仅业务经理抱钱 抱到手软工人也有赏 直接在桌上铺满现金 十分钟内想拿多少就多少 不过就再拿一幕幕都让网友 直呼羡慕 狂问公司还缺人吗 据入媒报道 这间企业从事机械生产 年收入折合台币约313亿台币 有本事大启发年终 农历年前公司行号忙着半尾牙 家庭主妇则赶着大扫除 意外发现老公藏的私房钱 我一回就听到我老婆在房间里面笑 刚刚是我心完了 本以为完蛋了 私房钱被老婆发现 没想到妻子反而很开心 觉得这是意外的年终奖金 别以为只有大人李年终 大陆学校为了奖励 颁上前五名的高中生 也送出年终奖 学生们扛着猪肉和鱼 网友笑称真是艺人优秀 全家吃肉 记者综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把气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 急于心开架 刚好几分 不止 很���